很興奮,可以開箱看食物 很開心 然後呢,就有 自從第一次送來之後,我不斷加單 Hello,大家好 今天的主題是比較輕鬆一點,和居家一點 自從我搬到一個有廚房的地方之後 我就很喜歡自己煮食 因為我覺得是可以控制到你到底在吃什麼 例如出街吃菜,其實是很艱難的 要找,而且份量也很少 Olaf,做什麼 然後呢,又可以控制到健康一點 可以少油,少鹽,少糖 亦可以控制到食品的質素 以及適合自己的口味 但是我個人又很窄 我不喜歡出街,像一些crazy cat lady 喜歡在家玩玩貓,自己寫東西,做事 我發現了一個網站 就是可以讓我訂購一些日本的食材 他就可以幫你選定一堆食物 在網頁上可以看到 你想加加減減就可以自己釋除專便 然後呢,再調整 之後他每個星期就會送過來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玩這個開箱 先知聲明,我是沒有收到廣告 或者不是什麼事而拍這個影片 純粹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生活的東西 以及很興奮可以開箱看食物 好,那首先呢 我就開了這個,急凍的 遮住我的地址 好,先看一下 太多貓了,我做不到事情 好 開箱 這個呢 這個呢,網站的好處呢 就是他呢,會很詳細地講明 那些食材的來源 以及怎樣製作 有些相片,有些介紹 即是覺得會吃得很安心 那這一盒呢,就是Frozen的 即是急凍的 急凍的產品 先看一下 開 好 先看一下 這個禮拜呢 他送的就有 熱水助熱OK 屏木三元團漢堡扒 即是這個是 用熱水助熱呢 就可以吃得了 那之後你加一個麵 或者加一個飯 這樣吧 加一些菜自己 那就很方便了 第二就是 保留海水香 白汁焗廣島蠔 啊 有 兩包的 白汁焗廣島蠔啦 那就已經做好了 其實有些白汁 嗯 現在Frozen了都聞到一股香味 那呢,我想放在多士爐 或者放在焗爐 呢,輕輕地稍微翻熱一下 就可以吃了 那呢,有些是我 因為我試了今天是第三個星期 有些是上個星期的 我已經吃了這樣一點 我也想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是他們網站的神山雞 就說什麼 沒有激素啊 什麼 農場養啊 那些這樣 看好這條裙子 就說沒有激素啊 農場養啊 那些走地雞啊 很健康很安全 那呢 我吃過的 就吃了個雞腿肉 這個是雞胸肉 這個就是免治雞肉 是沒有雪松味的 這個雞 就是還有是 肉質是很軟啦 還有真的有 就是有雞味 有時候你出街吃那些雞 是好像不知道在吃一塊 不知道什麼肉 就是impossible meat 還是什麼 就是no offense 而不知道在吃什麼 這個真的有雞肉味 所以我覺得是 OK的 這個是上個星期的 送過來的Frozen的產品 那我吃了一個雞腿了 沒吃過雞胸和麵子雞肉 好,這個就是呢 去一些雪床的 速遞 雪床的 那呢 我就開一個 不是雪床的 啊 好大聲啊 有些什麼呢 看看 而且呢 它的網子 都會有一些 食寶呢 就教你怎樣 好好地 這樣 做這些 他們的食材啦 那都幾有參考價值的 我有時候都會看一下 他們怎麼做的 自己作出調整 好 好大個list 啊 看看有些什麼 好 這個我們要保護的 先試一下 就 好 首先呢 我知道有什麼 因為我自己設定 就有 菇 好多菇 我今期呢 我知道自己訂了好多菇 好開心啊 因為我很喜歡吃菇 那這個是什麼菇呢 讓我看看他的介紹先 嗯 特別有咬口 長野原產的 本菇 還有 又是長野原產的 已經切了的本菇 應該還有一個 對呀 這兩個都是長野原產的本菇 一個呢 就是 已經切了 一個就是原裝 嗯 很開心有菇菇吃 好 接著呢 再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呢 我看看 熱水助熱 OK 西京燒 去骨 青魚 應該有兩件這個的 熱水助熱 OK 西京燒 去骨 青魚啦 就是它其實已經是 煮好了 你基本上 又是放進去熱水那裡 煮一會兒 就是整袋 連袋放進去熱水那裡煮 就可以吃得了 很開心 啊 這個呢就是 這個一定要 一定一定 必定推介 糖度8度以上 保證水果車尼茄 愛之願出產 不過它呢 這個呢 我本身是不喜歡吃車尼茄的 但我自從第一次送來之後呢 我不斷不斷加單 這個 就是 它不是 我們平時吃的車尼茄 很酸啊 有種草青味 它是真的 哇 很鮮甜 這個一定要試 如果你沒有吃過這個車尼茄 而你覺得自己不喜歡吃車尼茄的話 你千萬不要這麼快下判斷 可能只是因為你平時吃過的車尼茄不好吃 好 繼續看看 啊 我點了兩盒車尼茄 因為我很喜歡 我之前是真的不喜歡吃車尼茄 現在突然變了喜歡 好 哎呀 再看看這個 厚切在煎最正 哇 真的很賺鬼 對呀 她那些 她那些評論 厚切在煎最正 呃 雞腿菇 啊 好多菇啊 金奇 好開心啊 雞腿菇 那它是呢 都是長野遠出產的 好 再看看先 這個是 哎 對啦 開始有些 不是煮的東西了 不是鹹的東西了 這個是 顧客激讚 濃厚 黑芝麻 豆乳布甸 四個 那就是 咦 都是外資原產的 嗯 黑芝麻的 豆的布甸 真的不是雞蛋 好 再 太多東西了 放在這裡 再看看 啊 有這個 春季第一批 暖牙北海道露筍 100g 好東西 有露筍吃 其實呢 煮一下或者 輕輕炒一下 鹽都不用 加 嘻嘻 好 接著呢 還有這個 爽口吃感 甜的 碗豆 我想也是就這樣 清炒一下 已經很好吃 因為它的質素OK 我放回去 因為我不夠位置放 嘿 還有這個 是什麼呢 限定 還有這個呢 不知道哪個 有個 這兩個都是 牛乳布甸 今期好多布甸 看看 有一個叫做 丹娜 看你看我知道 丹娜限定生魚 濃厚牛乳布甸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為什麼有多一個 啊 這個不是布甸 這個是乳酪 一個乳酪 一個是布甸 一個是布甸 好開心啊 其實我是 我是對於甜品 平時不是那麼大興趣 但是 日本產的 布甸 焦糖布甸 雞蛋布甸 全部都覺得很好吃 就變了很大興趣 接著呢 就有 我很喜歡吃的 蘿蔔啊 因為它這個是 迷里 迷里 這個叫迷里 哈哈 它這個是 迷里大筋 那就是有兩條 欸 啊 先打開骨 啊 舒服 哇 這樣叫迷里 這個很舒服啊 不如拿來按摩 那呢 呃 我就覺得可以拿來 灑一個 真的好像 Broad 啊 好喜歡吃蘿蔔 OK 迷里大筋 接著呢 它每一次都可以 一元呢 就可以換購這個 這個 富士山 的 啡蛋 六隻 哈哈 好了 那呢 這個禮拜的訂購呢 就是這麼多 先說明先 我是沒有收任何廣告費 純粹分享 就是我自己煮這個 食材呢 我就覺得 哇 質感是 就是怎麼說呢 菜有菜味 豆有豆味 而且你感覺是 就是 他們很執著 和好處理 所有的食材 因為呢 它在網上 會說了 用什麼種啊 用什麼出產啊 沒有農藥啊 有什麼要注意啊 怎樣煮啊 咦 啊 剛剛那個蘿蔔呢 它有 有個食譜教我們怎麼煮啊 什麼 什麼 黑醋汁半米里大根豚肉卷 好像很好吃啊 對了 Anyway 那 我是so far吃得很開心的 而且又不用我在街市那裡自己選擇 還有很多東西它有 自己的調味啊 然後 其他蔬菜那些東西呢 它又真的 清炒不用調味 已經很好吃了 那我覺得 哇 有健康有quality 覺得自己真是一個 都市之性的美女 哈哈 好啦 今集就講到這麼多 那麼 我下個禮拜開箱的時候呢 就再跟大家分享 下個禮拜那些食物呢 其實我更加期待啊 如果想知道我下個禮拜呢 有什麼食材送來呢 就記住訂閱我的頻道啦 拜拜